哈喽大家好 萝卜我们不要再腌着吃了 放到锅里面蒸一蒸 出锅瞬间便美食 全家人都爱吃 比吃肉还香 今天就把做做法奉献给大家 下面跟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萝卜 把萝卜的头 然后它的尾我们给它去掉 然后把处理好的萝卜 我们给它切成片 再把切好片的萝卜 我们给切了丝 把切好的萝卜丝 我们放入到一个盆子中 盆子里面再加入蟹 玉米粉 洗干净的小手把它们抓拌均匀 抓拌好以后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然后蒸锅里面我们加入清水 开火 把加入到蒸锅里的水我们先给它烧开 水烧开以后我们放上龙屉 然后我们再放上一个蒸笼布 最后把我们的萝卜放在上面均匀的铺开 最后给它盖上盖子 把萝卜在蒸笼里面给它蒸10分钟 我们利用蒸萝卜的时间给它做一个料汁 先准备一些大蒜 把大蒜给它切成片 然后把大蒜剁成蒜末 切好的大蒜末放到一个碗中 然后里面我们加入陈醋一勺 生抽酱油一勺 蚝油 少许的食盐 喜欢吃辣椒的里面可以加一些辣椒 然后呢我们把它们搅拌均匀 这样咱们的料汁就调好了 放到一旁暂时备用 时间到我们关火 打开锅盖 把我们蒸好的萝卜给它取出来 倒入到盆子中 然后再加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在一起 搅拌好以后 装盘 这样咱们的美食继承 萝卜这样做超级的简单 不费一滴油 多吃不怕胖 特别适合减肥人士 这样做出来萝卜啊 超级的下饭 而且有一样我们全家人都爱吃 比吃红烧肉还香 今天这个好吃又没味的萝卜做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在这里麻烦与您发菜销售 帮忙点灯转发 让更多人能看见这个美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